然后呢我们下面呢给大家说一下关于合同啊 有关条款的约定 这里呢你要明确 为什么要让你去理解这个指点 它的目的在哪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工程施工合同有关条款的约定 它主要依据的就是公路工程的那个标准施工招备文件 一边涉及到的一些通用和专用条款 那么为什么让你掌握呢 主要目的就是你要分清是谁的责任 你要分清是谁的责任 就是谁应该做的干的活 我们这个合同啊其实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明确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那那个义务按我们简单理解就是你应该干的活 是不是 你的责任 那么在这一章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 我给大家总结它 就是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什么 谁的工作 谁的工作谁负责 谁的工作谁负责 那么谁的工作呀 你就得根据我们合同条款当中所预定的权力 义务去判断到底是谁的工作 那么什么谁不干或者谁做的什么不符合要求 谁不做谁承担责任 这句话呢不管你怎么去怎么说都行 但是你要理解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 也就是说让你去判断或者让你去学这个合同的条款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你确认到底是谁应该干的这个活 所以我们在具体行为当中会有一些背景条件 里边会设计到什么事件 那么首先呢你要确定是谁应该干的 第二个你要确定它干的对不对 完整不完整符不符合要求 然后你才能判断这个事到底能不能索赔 是不是 所以说你要知道我们设置这个点的目的 那么第一个呢要求我们掌握这个合同文件的组成 以及呢优先的解释顺序 解释顺序除专用条款有另有约定以外 那么合同的解释顺序以及的合同的构成 有这么几项大家看 第一个就是合同协议书以及各种合同的附件 包括我们的什么评标期间和合同谈判过程当中 澄清文字补充材料都属于我们合同的组成部分 我们那个合同不单单指的是合同协议书 在整个签订合同过程当中 或者在实施过程当中 一些补充材料补充协议都是我们的合同组成部分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什么样 第一个应该明确的 然后呢我们的解释顺序是什么 就这些都是合同文件 但是呢有的时候怎么样 互相矛盾 或者说没说清楚 那么我们一个优先解释顺序 就是以谁为优先为准 有这么一个顺序 大家看合同的协议书以及各种合同附件 首先以它为准 然后接远呢 效率再次值的就是中标通知书 中标通知书叫什么 叫做承诺吗 承诺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对不对 然后就是投标函及其啊 附录 投标函及其附录 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投标文件啊 而是投标文件前面那个两三页 或者几页纸 投标函及其附录 然后就是项目的专用条款 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 针对本项目的合同工程的 然后呢公路工程的专用条款 这是标准生活招标文件当中 预定的一些 然后就是通用条款 通用条款 第七个工程量清单 第八个计算技术规范 第九个图纸以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包括施工组设计之类的 按照这个优先解决顺序去解释我们的合同 解释我们相关的问题 那么这里呢怎么记 第一个 大家看 如果出问答题的话 你要把它写出来 然后呢呀 怎么记呀 原来我给大家解释过 对吧 叫什么 叫做合众头 专通计 专通计 图纸清单 别忘记 这个就简单给说一下吧 合众头 专通计 图纸清单 别忘记 这个合呢 就是合同协议输入 重呢 就是啊 纵标通计书 这个头呢 就是啊 投标函 及其复入 这个专是两个专 一个是项目的专用条款 一个是啊 公路工程的专用条款 这个通就是通用条款 这个记呢 也是两个记 一个是清单记下规范 一个是啊 技术文件 然后呢 图纸清单 别忘记 合众头 专通记 图纸清单 别忘记 当然那个专和记 是两个 大家回过时候 来看一下 这个解释顺序 这是我们说 这个要点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给大家说一下 合同 双方的一般权利和义务 这就刚才我给大家解释的 不要求你把它背下来 但是我能 你能要求在 要求你在具体的条件当中 题目当中 要能知道这个活 到底是谁应该干的 你才能确定 谁没干 干好 然后呢 我能不能索赔的问题 是不是 首先呢 说一下发包人的义务 发包人的义务 就是什么活 发包人应该负责 当然了 根据我们的合同条款呢 发包人的 承包人的 这些呢 他要负责的任务 或者他的义务 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呢 有些简单的 我就没有给大家去解释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对吧 我只是捡一些什么 挑了一些 需要给大家强调的问题 你比如说 发包人 承包人的义务 你学建筑法的时候 可能会知道 第一条是什么呢 遵守法律法规 你我不用说 你也知道 对吧 发包人的义务 遵守法律法规 按时支付工程款 你这个东西就不用说了 承包人的义务 遵守法律法规 按合同约定 完成施工任务 那这些还用说吗 根本就不用说 叫什么 我叫做有道理的废话 当然了 他肯定不叫废话 这个废话是加引号的 你说叫有道理的废话 有没有道理 肯定有道理 那么你用不用记呢 根本不用记 是不是 那么需要记的是什么 大家看 发包人应该负责什么呢 办理永久征地 占用的这个土地 发包人负责办理什么呢 就是永久占地的征用 以及呢 有关的拆迁补偿手续 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就是这里要注意 是永久的占地 我们是公路工程 对吧 公路工程呢 涉及到什么 占地问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呢 发包人应该负责 永久性土地 就是占地的 它的证用 动签 以及呢 补偿 承包人呢 按照规定 提交施工进度计划的同时 应该向监理人 递交一份施工先后次序 所需要的永久占地计划 也就是发包人呢 这个事是发包人应该干的 但是呢 承包人 你应该给我提供一份计划 就是你什么时候用多少土地 用哪一部分的土地 你告诉我 我怎么样呢 我可以分批的 或者一次性的给你去征地去 发包人呢 按照监理人发出的工程 或者说部分工程开工通知前 在什么 开工前 对承包人 开工所需要的永久性占地 办理什么相关的手续 你得什么 提供土地 让施工单位能够正常的去施工 发包人呢 也可以一次性的 也可以分批的去提供永久性占地 向承包人 那么首先这里边要明确个问题 就是发包人负责的永久性的占地的什么提供 那么费用当然是他承担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承包人呢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一个计划 由承包人施工考虑不周或者措施不当等原因 而造成的这个超计划占地 或者拆迁等原因的发生了 这个征用和费用的补偿 这个应该由承包人承担 由什么呢 你承包人 你那个计划考虑不周 影响施工了 那你承担责任 对吧 那么影响我这费用发生了 你得承担责任 这个计划非常重要 是由承包人负责的 负责的 这有点推卸责任的感觉 是不是啊 但是呢 没办法 我们得按照这执行 由于发包人没有按照什么规定 办妥征定手续 影响施工的 那么当然了 你发包人也承担 是吧 发包人承担相应的工期一样 费用的增加 那么这句话呢 就应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原则 你应该做的事 你没有做完成 或者没有按要求去做 那么你承担责任 如果承包人呢 没有按照规定提交 占地计划 影响发包人 办理这个手续 进行补偿的 那么发包人承担 这个计划谁提交啊 承包人提交 也就是这个事谁做呀 承包人做 那么你承包人没有按要求去做 不符合要求的 那么你承担责任 所以说你这个原则 我们理解之后 那就可以什么呀 举一反三 是不是 那么你的目的就是要明确 这个活到底是谁干 应该专用条款合同约定 向承包人提供事故场地 以及那事故场地内 地下管线和设施等有关资料 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这也是发包人应该承担的工作 那么这里会涉及到什么 把这个问题隐身开去 隐身出来 那就是比如说在有些事件当中 发现了什么呢 这个地下软弱层 也就是说发包人提供的勘查呀 或者说什么地下管线的一些设施资料 那么施工单位按照这个资料去施工了 但是在实际施工当中 发现了发包人没有标明的 没有提示过的什么地下管线和设施 影响我施工了 怎么办 因为发包人要保证这个真实准确和完整 你没有保证这个 那么这个可不可以索赔呀 施工单位是可以向发包人索赔的 所以说问题的归结就是 这事应该谁做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承包人的义务 当然了发包人还有其他的义务啊 刚才我说过 那些有道理的废话呢 我就不给大家去说了 交工证书办法前 承包人应当负责照管和维护工程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关于成品保护的问题 我简单给大家说 只要这个工程没有正式移交给发包人之前 承包人应当负责这些工程设备材料的什么样 这个保管 如果出现了这个破损或者毁坏 那么承包人应当负责维修 然后呢 要承担相应的费用 这是我们说 我简单给大家说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 他要负责成品保护 第二个 还有什么呢 就是在保护期间发生损坏的 他要负责修理 还是你得知道这个事应该由谁去做 第三个 临时占地 由承包人向当地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去申请 我们刚才讲的是永久性占地 那么临时占地谁负责呢 承包人去负责 并办理相应的手续 承担相应的费用 发包人呢 应当是予以协助配合协调 这个费用呢 由谁呀 由承包人去负责的 所以说呢 我们有些题目当然可能会这么说 是吧 永久性占地 由于什么什么原因 没有提供 按时提供 你看你能不能索赔吧 然后呢 在施工过程当中啊 有一些临时占地 由于呢 没有及时的提供 导致施工进度延期了 那么这个事你能不能赔呀 让你去判断 如果能赔的话 赔多少啊 怎么赔呀 所赔嘛 我们指的是 这个时候呢 你就明确一个根本的 什么呀 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 这个事应该是谁做 你才能判断 到底能不能赔 永久性的 发包人负责 临时性的 呦 承包人负责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临时占地退还钱 承包人应自费恢复到 临时占地使用钱的状况 你得个恢复的 如果承包人没有 在撤离之后 没有按照 要求恢复 或者恢复的这个标准 达不到要求的话 由发包人委托第三方 回复 所发生的费用 从给付承包人的 任何款项当中扣除 你不干 我替你干 干完之后 从你的工程款里 或者从你其他款项当中扣 总之你得保证恢复到 原来的状况 原来的这个 这个情况 这是我们说处理这个原则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 承包人应当承担 并支付 获得本合同 工程所需要的 杀石料 一些材料 粘土 这些东西 这些材料的什么呀 这个 所发生的费用 补偿费都由他承担 也就是说那个工程款里边 是包含这个材料的费用的 发包人呢 肯定是应该配合协助 协助取得 这里呢 有个问题 就是合同条款 另有约定的除外 那我们说 合同当中约定了 这个东西就是由发包人提供的 那么当然 合同价款当中 相应的扣减 但是没有特殊约定的话 应当由承包人负责 那个工程的合同价款里 是还有这笔费用的 这钱我已经给你了 你自己去处理 那么还有呢 承包人不得以任何借口 拖欠材料设备 货款 还有农民工的工资 如果出现了 发包人有权代为支付 并且呢 从应付给承包人的工程款当中 这不是所有款项了 是工程款当中扣除 这个我们说 对于现在的这个 拖欠工程款 或者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这个问题呢 我们国家非常重视 对吧 有些时候呢 现在的规定 有的地方是这样的 你如果这个工程 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或者说拖欠一些 供货商的货款的话 那么质量验收 是不允许验收的 就是从根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 原因呢 可能是我们原来签证太多 承包人呢 项目经理部 是农民工支付的行为主体 项目经理是农民工资支付的责任人 这个呢 有可能作为一个小的问答题 还是那句话 不要求你背 你只要听我说一遍 你能理解了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承包人的项目经理 这个项目经理呢 这里有几个要点问题 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承包人应当按合同约定 指派项目经理 并在什么 约定的期限内到值 项目经理呢 因为投标文件 这句话很重要 项目经理因为投标文件当中 拟定的项目经理 这里就想到了 拟定是确定吗 拟定和确定还不是一回事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要求 这个项目经理的应该是 投标文件当中拟定的项目经理 除了有特殊情况以外呢 这个项目经理呢 是不能够更换的 一个是项目经理 一个是项目总工 这两个是不允许更换的 如果呢 需要更换的话 那么需要征着发包人的同意 那么建立人呢 在施工过程当中啊 建立过程当中 有权利要求承包人 撤换不合格的项目经理 那么承包人呢 应当予以撤换 同时呢 新的项目经理 应当征得发包人 建立人的同意 这是有这么一个规定 那么这段话呢 它的一个主要的点在哪呢 就是这个项目经理 到底是什么时候确定的 应当是在投标 当时就确定的 如果说你投标时候 是个项目经理 然后呢 你在施工过程当中 是另外一个项目经理的 那你就违规了 这个大家要注意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工程质量的要求 以及检验 这里呢 我们说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用去背啊 质量的验收 应该按照什么 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还有呢 公路质量检验评定的标准 去执行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个质量的验收 应该以谁为依据 应该以谁为依据 应该是我们的 标准施工招标文件的 技术规范和什么 这个质量评定的标准 这个很重要哦 还不是随便说的 我们我给大家写的 讲义里面这些内容啊 都是我从这个 呃 一个是教材 一个是大纲 一个是我们标准 收工招标文件 我认为呢 比较重要的 或者说 能够考到的内容 我都给大家提炼出来了 如果让你自己去看呢 你可能不知道 哪地方是重点 啊 你自己看 可能 可能也可以 但是呢 会浪费你一些啊 时间和精力 啊 根据我们这个课程呢 我们把这些内容 给大家提炼出来 按照这个去执行 那么 严格执行 只让责任追究 责任 追究制度 只让事故处理 实行四不放过原则 什么四不放过呢 事故原因 调查不清楚 不放过 事故责任者 没有受到教育 不放过 没有防范 措施不放过 还有什么 相关责任人 没有受到处理 不放过 事不放过 我们要作为一个 专业的 这个什么 名词 要把它给 背下来也好 或者怎么样 你要把它给记住 事不放过 有可能给你出个概念题 你给我说一下 事不放过 都哪事不放过 是吧 有的学员答 项目经理不放过 总工不放过 只能负责任不放过 施工员不放过 这个 我们在原来的 这个考试 包括意见的考试当中 就是有这种答题的方式 这个就完全不会得分的 一定要按照这个 原因要调查清楚 责任人要受到教育 整改措施 防范措施 要有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责任人要受到处理 然后呢 这个 他实行的公路工程 实行质量 责任 终身制 其实现在我们这种 对于质量 责任这一块呢 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的 对吧 其实我们现在什么呀 风险比较大的 就是项目经理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一级建造师 二级建造师 还有什么呀 监理 监理工程师 这个责任比较大 如果不出事 还责罢了 出了事 一个也跑不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就要求我们什么 一定要做好本职的工作 陈旺人应当书面明确 相应的项目负责人和质量负责人 这可不是随便明确的 还是刚才说的 出现质量事故 出现质量问题 那你是也跑不了的 陈旺人的相关人员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 有关规定 在合同使用年限内 承担相应的质量责任 原来我们对这个东西 重视不够 现在呢 是越来越重视这个东西了 所以说我们从职业的 这个角度来讲 说意见的和监理啊 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属于高危行业 这是我们说 这个相关的质量检验 这块有这么几个要求 注意 这个第一点 依据什么来验收 第二个 私不放过 第三个什么呀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指挡 注意就终身责任制 第四个呢 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隐蔽工程的检查 隐蔽工程的检查呢 首先要明确它的程序 还是那句话 谁应该干的事 谁没干 谁应该做的事 谁没做 那么谁承担责任 那么这个程序呢 我们要明确清楚 通知监理人检查 我们正常的程序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看不看这个讲义 无所谓 你要理解这个过程就行了 一般来说 我们对于工程的检验 或者检查来说 第一个 你要自检合格 对不对 你比如说 你的事工单位 你做完一项工程 要自检合格 施工员啊 什么指挡负责任人呢 怎么样 要签字的 对吧 那么自检合格以后 第二个呢 你要在规律的事件内 要通知监理人进行检查 对吧 通知监理人去检查 然后监理人呢 应当在规定的事件内 到场进行检查 检查合格了 然后呢 我们要在相应的文件上 或者这个单据上要签字 签完字之后 我们进入到下一步工序 如果检查不合格呢 那监理工程师呢 要什么呀 提出整改的这个意见 施工单位 要按照整改意见进行整改 整改完之后 然后呢 你再去自检去 自检完之后 你再通知监理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再上线 来检查 如果合格 还责罢了 如果不合格怎么样 你给我再来一遍 那如果再不合格呢 你就无限循环下去 就是这么一个程序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约内期间检查 这就是我们正常程序 是这样的 但是有不正常的 什么程序呢 第一个 如果你不自检合格呢 那你施工单位 要承担责任 对不对 你比如说 完事了 工程 某个隐秘工程结束了 然后施工单位 没有自检 然后那单据上缺乏 这个相关人员的签字 那么如果说 检查出你这个有问题了 那你自己承担相应的 费用 承担相应的工期 还有一个不正常什么呢 就是我自检完 我通知监理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 没到场检验 那这个事是什么 监理工程师 应该做的工作 他没有做到位 那么监理工程师 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 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监理人没有按照约定时间 进行检查 检验的 那么除了有另外指示以外 承包人可自行覆盖 你不是不检查吗 我就认为你检查了 并且我还认为你检查合格了 我就默认你检查合格 然后呢 怎么样 事后要找监理工程师 签字 确认 如果说监理人对事后 对这个检查有疑问的 或者说这个工程有疑问的 可以要求重新检查 那么在这里的说 没有到场检验的 我就可以默认你检验合格了 就正常覆盖 因为你该做的工作 你没有做 是不是 然后呢 这是我们说 他的程序问题 第三个呢 给大家说一下 重新检查 重新检查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二次检验 这里呢 其实呢 我们说叫重新检查也好 二次检验也好 这里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通知监理工程师检查 但是监理工程师在 规定的事件内 没有进行检查 也没有说明其他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 施工单位要进行覆盖了 要进行下一道工序了 然后呢 监理工程师哪天啊 这回来了 是吧 回来之后发现 我没有检查 或者忘了 那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可以重新检查呀 当然可以重新检查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监理工程师也按照规定的事件 到象检查了 检查完之后也合格了 合格之后进行覆盖了 覆盖之后 监理工程师怎么样呢 哪天可能 心血来潮了 我得检查再重新检查一下 行不行 当然也可以 一个是说 第一次没检查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一次检查了 我第二次还想检查 重新检查 那么这个时候的结论就不一样了 因为是监理工程师啊 第一次该做的事没做 或者说呢 你这个第二个呢 又重新自己提出来的 那么结论就是如果检查 重新检查的只能合格的话 那么由发报人承担相应的费用和供期的延误 如果检查不合格的话 由施工单位承担相应的后果 也就是说供期和费用 这是我们这句话说的 经监理人检查 质量合格 或者监理人没有按照约定进行检查的 承担人覆盖以后 监理人对质量有疑问的 可要求承担人怎么样 重新剥露检验 那么承担人应当按照执行 遵照执行 有的学生说 那你都没检查 我覆盖了 你重新 你不是耽误我事吗 对吧 耽误我事我可以陪你呀 你需要遵照执行 然后呢 检查之后恢复原样 那肯定会发生时间和费用的增加 经检验合格的 由发报人承担 供期和费用 经检验不合格的 由承担人自己承担 如果合格的 还可能会 还会支付一定的利润 这个点非常关键 希望大家注意 我说的呢 可能稍微多了一些 目的呢 也是让大家什么 要明确这个原则 第五个 关于工程的计量 计量的程序 这个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 我们的图件和安装 这两个专业呢 对于计量的程序上 并没有太多的要求 但是公路这个专业呢 不一样 这里呢 你可以呢 应该按照一个标准程序 我们作为一个重点问题 要把它给背下来 或者呢 要理解下来 程序是这样 对已完成的分线工程 向业主单位申请指导认证 谁申请啊 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向谁申请啊 向业主代表申请 有的学生说 向监理工程师申请行不行啊 向谁申请行不行 也可以 但是按照我们标准的打法来说 应该是向业主代表申请 申请干什么呢 质量认证 你要支付啊 或者说你要计量 工程量 前提是质量得合格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什么样的才能计量 什么样的工程量才能计量 那么其中有一个条件是 你得合格了我才能计量 那么它的前提就是 首先要申请质量的认证 取得质量认证以后 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 向监理人申请什么呀 计量 向监理人申请计量 第三个 监理人按照规定的计量方法 对合同规定的发育内的 工程量进行计量 那么先发计量证书给谁 监理人先发计量证书给谁呢 给承包人 先质量认证 认证合格以后 向业主代表质量认证 质量认证合格以后 向监理工程师 监理人去申请计量 监理人计量完之后 向承包人发什么 计量证书 承包人就得到了什么呀 质量的认证和计量的证书 这个时候得到这两个东西 再向监理人提出付款的申请 向谁提出呢 向监理人提出 然后监理人呢 审核申报的材料 确定支付款项 向谁提供付款证明文件呢 向业主提供 然后呢 业主可能要签发文件 然后进行付款 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呢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思路去做的 如果题目当中有一些说的 跟它不太一样呢 我们应该作为错误 把它给交出来 关于工程的计量 程序是这样 那么计量的原则呢 就是什么 检验不合格的 不计量 你得什么指南得合格 第二什么呢 按合同文件所规定的方法 范围内容和单位来计量 也就是说第一个 得是合格的工程 不合格的不计量 第二个 你的计量的方法原则 你得是合同约定的 你不能去用别的方法去计量 第三个 因承包原因造成的 超出合同范围 施工或者反共的工程量 不予计量 什么意思呢 你得符合什么呀 合同的约定的 质量得合格 按照合同约定的计量方法 然后什么呀 在合同约定范围内的 举个简单例子 施工大卫做完了 没有指南认证 就要求付款 要求计量 行不行 不行 因为只让你认证合格 第二个 那么监理人去计量的时候 用的不是我们合同约定的单位 或者计量方法 行不行 不行 第三个 施工单位 为了要保证施工指的 增加了基础的 这个成台的体积 或者改变了这个配金的这个设计 这是目的是要满满足这个施工指的 那这个时候你计不计量 不计量 为什么 不是我合同约定的 施工单位你擅自改变 目的是为了保证你施工的质量 这一部分是不予计量的 还有什么反攻的 这就不用说了 对吧 你反攻的你自己承担吗 这不能计量 这几种方式 这几种原则 我们要注意 这是关于工程的这个计量 这部分呢 我们需要掌握这两个指点 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要注意 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预付款的扣回和还清 预付款的扣回和还清呢 这个呢 算作我们一个重点 前面那个计量这个呀 也是一个重点 刚才说过了 我说的这些基本上都是重点 因为我们标准施工招标文件里面 涉及的内容特别多 重点内容我给大家提炼出来了 首先预付款的扣回和还清这一块 预付款呢 就是包括两种 一种叫做开工预付款 和另外一种叫材料设备预付款 那么顾名思义 开工预付款呢 它呢主要是针对于 这个施工单位进行 这个开工的准备 那么第二个呢 材料设备预付款呢 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大宗的 价格比较高的这个材料和设备 给施工单位呢 另外一种预付款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施工单位啊 这个资金不过于特别紧张 能够顺利的完成工程 那么我们的重点在哪呢 重点在前面那个 就是开工预付款 开工预付款的金额 材料预付款的金额 其实呢都在专用合同条款当中约定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也不需要你去计算 因为我们在题目条件当中 都会给你明确 开工预付款到底是谁的百分之多少 那么承包人呢 签订了合同协议书 且承包人承诺的主要设备机场后 监理工程师 应当在支付证书当中 向承包人支付开工预付款 这个呢 什么时候支付 题目当中都会给你明确 那么重点问题在哪呢 重点问题在他怎么扣回 扣回呢 我们正常的扣回方式 其实有几种 第一种按照约定来扣回 就是说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 开工前或者在主要设备进场以后 给你支付这个开工预付款 然后呢 题目当中或者我们考试啊 就是题目当中约定什么呢 在开工后的三个月到第五月 或者开工后什么几个月之内的 或者分几次什么呢 每次支付多少 一共支付几次把它扣回来 这个很简单 就是题目当中约定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起扣点的问题 那么起扣点呢 在我们这个交通运输当中啊 就没有提到这个起扣点的概念 这个主要内容呢 就是说也是一个扣回的方式啊 他给你说明这个主材啊 主要材料设备在整个工程款的百分比 然后达到这个百分比的支付工程款达到百分比 就是没有支付工程款的这个等于材料设备所占比例的之后 我们就开始起扣 这个点我们开始起扣 这个呢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第二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公路工程 标准事故招标文件当中所规定的这个方式 这个我们应该作为啊 重点内容把它掌握 什么呢 预付款在进度款付款证书累计金额 没有达到合同签约价30%之前 不予扣回 大家要仔细理解这句话啊 累计金额没有达到签约合同价的30%之前 不予扣回 在达到签约合同价30%之后 开始扣 怎么扣呢 按照工程进度款以固定比例来扣 也就是说每完成签约合同价的1% 我们扣回开工预付款的2% 每期都这么扣 那么你想一想 什么时候能把它扣完呢 全部金额在进度款支付证书累计金额达到签约合同价80%就扣完了 为什么啊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 但是呢 后边我们有题目 你一看题目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也就是说呢 先支付预付款 什么时候扣呢 在合同价的 支付到合同价30%之前不扣 达到30%以后就开始扣 那么我们完成合同价的1% 我们扣回预付款是2% 那是不是就认为我们预付款扣回的比例2% 它这1%是我们工程款完成合同价比例的2倍 是不是这意思 那么你想一想 什么时候能扣完呢 也就是说它从30%的时候开始扣 它完成1% 它就扣回2% 那么正好是它的2倍 也就是说合同价完成百分之多少 50 支付了合同价的50% 我们这个预付款就扣完了 那么在30之前是不扣的 那是不是达到80 80减30是不是就50啊 又在这个阶段 就是合同价50%这个范围之内 那么就把预付款扣完了 其实后边这句话不说 你也都能猜到了 什么时候扣完了 80%的时候扣完 30%之前是不扣的 那么在这儿 它往后就是完成1% 预付款扣2% 那么它达到80%的时候 是不是合同价就支付了 这个范围之内是50%吗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预付款 它是它2倍 它是50%了 那预付款就是扣回了100%了 前面30不扣 后边还有多少 还有20%也不扣 正好是前面30后边20是不扣的 中间这50是扣的 那么它只是支付了50% 那么预付款呢 扣回比例是它的2倍 那正好是100%嘛 就这么一个道理 理解了就理解 不理解 无所谓 你知道有这么一个点就可以了 后边我们有习题 这个习题一做 你就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于材料设备预付款呢 这个呢 也是它的数额呢 在单价当中 在专用合同条款当中约定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怎么去支付呢 有可能按照是百分比去支付啊 或者怎么样的 有可能按照一次性支付啊 这个预定就可以 然后呢 它这个扣回呢 也就是说呢 以用于或者安装于永久工程 这材料设备啊 然后从进入款当中啊 进行扣回 扣回期的不超过三个月 以支付材料设备 预付款的材料设备 所有权应属于发包人 什么意思啊 预付款我都已经给你了 这个材料设备应该属于发包人的了